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台湾电影《军中乐园》和《最深梦死》 即将前进2015柏林影展的观摩单元 和来自29国30多部剧情片并列 策展人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 台湾是一个让电影创作者惊奇的地方 他每年来台北挑片都能选到好电影 而今年他又为何挑选这两部台湾国片 带您深入了解 由世界三大影展之称的 德国玻璃影展2月初登场 今年台湾的电影作品也没缺席 它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每年来台北都能选到了台湾 也一直处理台湾 这里是一个魔忌的角色 不是只有剧情的原因 《柏林影展》的电影大观单元 这次挑选了29个国家 共34部剧情片放映 其中包括台湾导演张作记的作品 《最深梦死》 這是很驚訝的作品 關於兩兄弟和母親 他們的生命 在一個很豐盛的方式 告訴他們小朋友 他們自己的困難 如何生命 另外一部入選的台灣電影 是導演紐城澤的《軍中樂園》 我想看來這部電影 也會在其他亞洲地區 讓某些能力 不忍耐過過去 這部電影也會帶來 策展人表示 《軍中樂園》拍得很美 金關主題和《軍中妓院》有關 有些沉重 可能令人不安 不過還是很高興 能在影展放映這部電影 因為把競技搬上檯面 鼓勵觀眾討論 才有可能讓社會大眾反思 產生改變 主要世界的玲玲 柏林報導 有客搭乘小船欣賞河道風光 沿途還能品嘗道地 煙黃瓜特產 由德國威尼斯之稱的 史普里林區 因為氣候和濕地條件 盛產黃瓜 早期居民為了保存食物 利用獨門配方 製作煙黃瓜 至今發展為在地的特色產業 由當地煙黃瓜食品廳組成的 史普里林區協會 不斷研發推出新口味 在柏林綠色州農業展販售 吸引各地遊客採賣 在地居民特愛以風味獨特的 煙黃瓜為主食 搭配黑麵包和一杯啤酒 享受簡單的美味 史普里林區在居民和政府支持下 成為熱銷食品品牌 也獲得德國煙黃瓜故鄉的美名 中央社記者玲玲 柏林報導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在例行記者會宣布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2月7號到8號率團參訪金門 期間將與陸委會主委 往預期會談 雙方將舉行兩岸事務主管部門 負責人的工作會面 就今年兩位刑事 及有關問題交換意見 並進一步討論和推動 與金門有關的相關民生議題 馬曉光指出 去年11月 張志軍和王玉琦在北京會面時 就兩岸關係形勢和相關問題交換意見 其中推動金門民生相關工作 也是這次王章會選在金門的重要考量 張志軍預計和金門縣長陳福海會面 走訪基層和金門各界代表座談 了解民眾對兩岸交流合作的意見和想法 另外有消息指出 今年國共論壇規模將縮小 馬曉光也對此回應 我們認為兩岸的金門文化論壇 它不僅被促進公共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發展發佈的重要作用 而且它也廣泛地吸收了台灣 對於今年首場王章會 道路方面持樂觀態度 陸委會也指出張志軍這次訪問金門 是在兩岸事務首長互訪常態化基礎上推動 並表示雙方將預定討論陸客中轉及兩岸區域經濟整合等問題 至於確切行程 待雙方進一步延商定案後 再對外說明 中央社記者周慧瑩 北京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布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台灣網球小將曾俊欣在場上神情專注 緊盯對手的每一顆回球 年僅13歲的他 參加歐洲少年網球賽 在單打決賽奪冠 創下這項比賽33年來 首位亞洲男子球員封網的新記錄 完賽後班底台灣 親友們趕來接機 一起迎接這份榮耀 非常高興自己可以拿下這個比賽的冠軍 然後為國爭光 然後感謝在台灣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 然後我會繼續努力 我想要感謝我的家人長期來一直支持我 然後讓我可以一直朝這個網球之路賣進去 曾俊欣在南丹珍冠賽直落二 以6比4 6比1打敗俄羅斯選手 抱回冠軍獎杯 這一刻在台灣觀賽的媽媽當然不會錯過 他最後冠軍的時候他有掉眼淚 其實他的心情跟我們大概都是一樣 因為他不同出賽時他得自己一個人顧攤 但再艱苦也要讓孩子完成夢想 曾俊欣表示 接下來將為下個目標 美國邁阿密舉行的橘子杯網球賽賣進 他希望能打入前三輪 再次為國爭光 中央社記者邱俊欣 黃旭生 綜合報導 晶瑩剔透的泡泡平時吹彈可破 但只要戴上這個神奇手套 泡泡便可把玩於手掌上 全球第二大也是亞洲最大的玩具展在香港揭幕 來自全球40國1900家廠商參展 其中200多家來自台灣 展示傳統玩具和新研發的產品 吸引大批人潮參觀 台灣玩具公會理事長陳國棟表示 因為台灣玩具展已取消多年 所以香港玩具展就成為台灣廠商非常重要的 露出管道和促銷平台 但是大陸的3C認證制度嚴格 以致台商進入大陸市場受到阻礙 而且3C認證是不斷的要renew 它那個費用很高 所以其實羊毛住在羊身上 所以變成中國大陸的我們這些朋友 他要花很高的價錢才能買到這些好玩的玩具 我覺得對中國的消費者是不公平的 對於外來想要進入好的玩具要進入到中國大陸去 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3C認證這回我覺得是應該要進入討論的階段 埔里造紙公司展出的紙質人偶活靈活現做工精細 引起各界矚目 但埔里造紙中國區經理張明忠表示 一開始進軍大陸市場時 因為不了解當地的教育環境混難重重 所幸現在業績蒸蒸日上 因為我們是把它當作是一個教材類 針對大陸市場一些特殊的一些環境的話 然後用這種東西來教小朋友能夠多動手多動腦 這次的香港玩具展展出種類眾多 不只有小朋友喜歡的玩偶或異質遊戲 也有成年人鍾情的火車汽車模型 一致滿足大小朋友的童心 莊社記者張謙香港報導 小朋友化身積木玩具人物興奮啟動開工儀式 複靡全球的丹麥玩具公司 繼2012年進軍日本東京之後 最近宣布在大阪興建第二座室內主題公園 占地面積900平 設有娛樂設施和美食區 吸引大小朋友同樂 樂高公司積極拓展日本市場 計畫未來5到10年加強投資 正在名古屋市動工的戶外遊樂園 預計2017年開幕亮相 丟漢東京迪士尼和大阪環球影城 抵人氣搶攻客源 說到去年10月開始日圓走貶和免稅心智影響 覆日觀光人數大幅成長 大阪環球影城去年入園人次突破1000萬 創下歷史新高 日本政府帶頭拼觀光 加上和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趨緩 最近宣布放寬陸客覆日簽證條件 鎖定高收入客群的龐大消費力 中央社綜合報導 帶您關心更多國際消息 美國政壇年度盛世全國祈禱早餐會 將在台北時間5號登場 這項起源於1942年的傳統 美國總統按慣例出席 也邀請各國政要和民間領袖參加 今年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預計出席早餐會 並且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首次公開碰面 外界預料這勢必引發中國大陸強烈不滿 後續相關消息請密切鎖定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謝謝 請你 請到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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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